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群被拘捕的人士 其實是所屬一個激進的港獨組織 名叫江城者 他們策劃了一個恐怖襲擊 這些被捕人士 他們合謀製造一種土製炸藥 TATP 作為一個襲擊用 這種土製炸藥的威力真的很驚人 他們打算用來襲擊一些公共設施 寫明說包括了海底隧道 鐵路 法庭 甚至他們打算在街道上的垃圾桶都會放置 意圖做什麼呢 是增大受影響一些無辜的死傷 他們這個組織 甚至打算是用汽車炸彈進行襲擊 可想而知 如果這個計劃被他們成功之後 將會有很多無辜市民受害 到這個階段我可以跟大家說 他這個計劃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實踐的階段 他那個行動也都很詳細的 簡直好像有一本的行動指南 每一步是怎樣做 怎樣放炸彈 跟著如何是離開等等的事情 一步一步都寫得很清楚的 更加令我們震驚的是 他也租下了在尖沙咀彌敦道 一個這麼旺的地區裡面 一個賓館 是隱藏地製造他的炸彈的實驗室 而且多次去到不同的法院 進行嵌察 甚至是攝影作為記錄 我們警方是以香港的《國安法》第24條 處謀策劃使用這個炸彈 是意圖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恐怖活動罪 一共是拘捕了五男四女 年齡是介乎十五至三十九歲 六名是中學生 他們的職業 也是在大學管理階層的人員 中學的職員 網上平台的出租車司機 一個人是無業的